說我們這樣子決定太草率 他覺得開刀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這樣子沒有百分之百 好啦 百分之85啦 好不好 老朋友 是喊叫的 觀眾老師說 好 如果你不開的話 那我們就先住院觀察 因為我覺得 可能還會有變化 就隔天我早上再去看他 再壓 變得更痛了 然後我就說 你看這個情況在變嚴重了對不對 我說這個還是建議要開刀 真的對你會比較好 你已經明顯的比昨天痛了 還要 應該要趕快開刀 他說 他現在百分之多少 好 我就像瓜哥講 我說現在百分之84 高一點 高一點 高分之87啦 不能再高一點 可是他就說 他就說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診斷更正確 我就說 那就再做一次電腦斷層 可是我說可能跟昨天一樣 萬一他做出來又還是不是 可是就很像 他就堅持了 再做一次電腦斷層 好 我就再做 就說好啊 你要做再去做 很奇怪 他的那個電腦斷層 做那個盲場 就是一直照不出來 我就說 電腦斷層還是沒有非常典型 但是你這個已經其實很明顯 可以建議你開刀 開始不要 早上不開 到晚上就發高燒 馬上再發高燒 我就說你現在一定要開 你這樣還不能確定百分百啊 不是 不是 我們講話不能 其實我心裡也跟他講說 這幾乎就幾乎都是 這幾乎都是 對啊 不是 你要我說百分之百 我還是不能跟你這樣講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盲場營的機率 實在太高了 還是趕快開刀吧 他竟然還叫我再做 第三次的電腦斷層 哇 我就真的做了 我這次就很明顯了 因為裡面看到一些空氣 他馬上已經爛掉了 後來我開刀的時候 真的繼續拔他這個 還沒有 他說很有耐心 平常看你這個嘴都很緊 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他就是 其實真的很傻你知道嗎 他都不曉得 你每做一次的電腦斷層 你那個放射量是吃掉多少 可是講醫師 你連做三次對你來說都不好 對一個 我們公司啊 一個歌手 有一天我的助理要帶我去 跑電台 歌天 我想說他眼睛怎麼都紅的 我說 啊你是 我的直覺應該是 他跟男朋友吵架還是什麼 我就問說 啊你長是怎樣 你跟男朋友忘記嗎 他說 然後他就 就在計程車哭了耶 然後就跟我說 他就說我們公司一個外町 十步的啦 說到就cancel 我說真的假的 你媽別說真的假的 他就一口一口 哇我的同學也像這樣 傻傻就對了 我下了通告我趕快打電話 等於是同事了 對他 然後他就 他也在 我那個大哥也在電話 電話那一頭也一直哭 然後別人哭就說 就你有 啊我之前有沒有做出什麼 得不起你的事情啊什麼的 他突然間哇 整個個性什麼都不一樣 開始懺悔 對然後呢 就是他也 而且他還勸我說 錢留著沒有用啊 趕快捐給他 他說 即時行樂啦 他說他現在很後悔 當初還想要去哪裡哪裡 他現在這樣子啦 他說錢有什麼用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找個時間我陪你喝兩杯 因為他也其實他很喜歡喝兩杯 OK 然後我就說你要不要再去別家檢查 結果因為我也嘛 一個禮拜之後 中午有一天中午 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很開心啦 我想說 啊 真的 人之將死 起焉野山 可憐喔 我那邊 算開了很好啦 把錢都給你們了 欸快點快點啦 我現在在哪一間海山店 什麼什麼中午 然後找幾個朋友要一起來 我想哇 你也算看我的開了 他說他跟我說要慶祝一下 我說慶祝什麼 他說他再去別家檢查 他的胃子 他的胃子 你有陪的啦 啊之前那個說有破口 他以前之前第一個檢查的那個說 你胃裡面喔 有生一顆一個黑黑的啦 啊可能是癌症啦 他已經在後一間變 檢查出來是溜皮啦 所以憑... 憑他這樣 我跟你說喔 他現在如果聽到這個旁邊 他就都很要緊 就是一定要 貨比三家不吃貴 真的一定要這樣 沒有啦 其實我們 不是 你真的嚇死啦 不是 因為那個很多病人 他只要聽醫生講說 可能是什麼 他就嚇到 人家就還沒有切片嘛 他就沒有確定的枕斷 一定要切片啦 我們去身體檢查 不需要簽一張黑黑的嗎 對 他不知道 他就把你撞裡頭啦 他...麻藥嘛 我們都不知道啦 撞裡頭啦 覺得你圍裡面有撲一顆 他要順便幫你切片 順便切掉 他就要你處理起來了 對啊 是洗豆啊 處理了 沒有... 沒有... 我有一個朋友 處理起來之後 要處理得不好 就讓他流血 感染 會感染 他就回來了 蛤 機率不高啦 這個確實是有啦 真的啊 因為你無痛的時候 我們做胃經或大腸經的時候 我們做胃經或大腸經的時候 我們做胃經 不可能把你叫醒說 欸 再來簽個頭 我幫你... 所以都會叫你先簽好 所以有息肉我們就會切掉 對 但有些息肉我們在切的時候 確實會大腸會破掉啦 嗯 確實有 那如果是大破喔 反而比較好 因為大破那個做的人會緊絕 馬上看得到 你也要快... 那個是要用電燒還是什麼 不一定 有人是用夾的 有人是用電燒 那我說 我們很怕是那種小破 那個做的人當下沒有發覺的時候 然後症狀到不明顯 會拖很久 啊對 所以我們每次做胃經 那個是危險喔 危險性很低啊 就好像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不要開車 你開車也會... 車禍也會死掉啊 所以醫學一定有... 做檢查一定會有一些... 一定有風險啦 一定有風險啦 其實很低 但是碰到有時候就會讓人很害怕 不是 再怎麼第一 我們是不怕一萬 對啊 只怕萬一啊 相對於你 相對來說還是值得啊 值得啊 我每次叫我爸媽去做健康檢查 他都說不要不要 我現在好好的都沒病 我進去那個醫院出來 就一大堆病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的鄰居 鄰居的長輩也是這種概念喔 就像江醫師說的 就是有那個盲腸嘛 你趕快開到就還是個小洞而已 他就一直吐... 吐了好久 結果他現在身體這樣子 一大個巴 一大個巴 對 要開這麼大耶 就很可怕 所以真的還是要聽醫生的話 我之前有個病人喔 50幾歲嘛 他是個快樂的漁夫啦 他每天最快樂的事情就是那種 出去抓魚 抓了回來之後吃豆腐啊 配海瓜子啊 然後快樂的吃快樂的配酒 好可愛喔 對 當然你知道吃這些東西 就是尿酸就高起來了 那個尿酸一高起來的話 就形成尿酸石 就是我們講的痛膜石 那種痛膜石是會倒數成績的 它會沉積在關節啊 然後沉積在腎臟裡面啊 那我這個病人喔 後來其實他長期都要控制尿酸 不過他就愛吃嘛 嘴巴管不住啊 後來他的... 其實他的關節裡面 都長很多石頭了 那腎臟裡面也都是一堆的石頭了 我來跟他說 你再不把這些 你不再不戒菸啊 戒菸、戒酒、戒內臟、戒海鮮的話 你吃早會洗腎 那病人就說 我洗腎的機率有多少 我很想跟他講100% 我還是要講點保留嘛 我說八成你會洗腎 他就不信嘛 他就... 後來他這個病人就消失了幾個月了 後來再過了大概半年左右吧 他就被家屬壓著回來了 壓著回來的時候 我看已經全身水腫了 對 然後 我就問他說 後來一抽血了發現 他就已經進展了 很快就進展藍藥土症了 他就問家屬說 這半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他就說 因為他跟他一起抓癒的朋友 介紹他說有一種叫做天仙液 我也不知道什麼天仙液 他說 喝的話會排尿酸 然後會撞癌 整體會強壯 所以他就把我的藥 醬藥水藍藥全部都停掉了 他就只喝那個天仙液 而且那病人還說 因為吃你們西藥 到最後都會洗腎嘛 洗腎是醫生害的 這時候也沒辦法 因為病人就已經尿毒症了 病人就在問我說 醫生 那我這個洗腎的幾率有多少 我說百分之百 那如果我不洗的話 我活的機會有多少 我說是零 你就是現在就必須要洗了 對 後來緊急的幫他洗了 這個病人是 當然是活過來了啦 其實我有一個病人 跟剛剛的案例還蠻類似 那個病人大概五十幾歲的先生 他就是長期頭痛二三十年 他去很多醫院都做過檢查 都說沒事 其實可能是肌肉神經痛 壓力性頭痛 他說看著都沒笑 就有人抱他說要去一個國術館 國術館說 給他摸一摸一摸 他說 醫生都沒有辦法檢查 只有我這邊可以幫你檢查 我有一條油 二十萬 吃三個 吃完你去大便做檢查 養肉不去 補症不去 他就回來 到我們這裡 他說吃了三個月了 講完之後 我跟我護理師兩個人就 蛤 大家互忘了五秒鐘 所以咧 他說就是要做個檢查 證明他的那個 藥有效 藥有效 腦瘤沒了 那我們就說 那這樣子可能要自費做個檢查 他說沒問題 二十萬就開了 幾千塊沒差 那就做了 做完之後 當然是 什麼都沒有 一開始本來就沒有 本來就沒有的東西 你花了錢下去 再來做個檢查 證明沒有嘛 對不對 他應該先去檢查有沒有 他之前真的 其他醫院檢查過 都說沒事 可是他還是不相信 他覺得他痛沒改善 後來他吃了三個月 他說有改善 他說有改善 心理的改善 心理也許有改善 有一個 有一個校不是 去泰國買了一個 進那個眼鏡蛇的藥酒 每天喝不是一直很好 對不對 有一天喝完了 要把那一隻蛇拿來煮湯 結果他一咬一口 不是 後來發現那一條是塑膠的 塑膠的 其實很壯耶 那是心態問題 什麼東西啊 我們當新生很希望 病人的這種信任可以對我們 對啊 你看都相信一隻塑膠的蛇 對啊 可以相信偏方 但是那個信任對我們就很少 所以有時候 他們可能沒有聽到 他們要的答案 就貨比三家 然後對 就還是找不到他要的答案 因為醫生畢竟講話 就是比較客觀 然後就 可是那些那種江湖樹 他們講話都好動聽 對啊 百分之百沒 有效 我們講話要靠數據的 講一萬句 比較像那個 江湖樹 真的 沒有 江湖樹 好 我們講一萬句 那一句就好了 就是嘛 信天信地就不信我 我分享一下 這位是霍比武嘉 那她性命理師 她一個48歲的一個婦女 她是一個處女 她非常保守 她在找我的時候是 長了五顆子宮肌瘤 然後是中型 大概三公分到七公分 對我來看也不算很大 但她血容數低 表示她出血量大 那她很困擾 她說她已經看了四個醫生了 我是第五個 一來就挑戰意味很強 為什麼 挑釁我 因為四個都是明醫 我說這個非常好 他們都很優秀 我說你不找他們開刀 她說我聽說你更好 我心理下你更好 她在誇獎你 對 我就想說麻煩大的 那我想說 她說嫌他們四個解釋不夠清楚 那我心裡想 我能夠更清楚嗎 我病人也很多 其實是因為大家 後來發現大家都對她很煩 這我那次 第一次幫她解釋非常清楚以後 我的災難就來了 究竟醫師會遇見什麼事 精彩內容 廣告回來 千萬別錯過 還有請問在想說的 視聴下